就是他揍我 你谁也平安打我妹啊 你好我是吉祥老板 你吉祥老板就能随便打人呢 妹今天来我这报名学厨师 他想报你就给他报呗 不是他不给钱呢 那他不给 啥 我说他不给钱 你干的 那谁也要交了好不好 万一学不会怎么办 哎 就是万一他学不会 而且你看 姐他都写了 考试不过全额退款 你都写了你还这样 那你也得先报名先交钱 然后你万一不过 我们再退给你 那我不能是先学会了 正强的那把钱给你 哎 你是不是最近手腿有点紧呢 是 我最近资金都逐转不开了 而且还有一个月才发回收 那你问你解决了 赶紧报名吧 现在报名还有 你解决什么解决 那你打人的事还没说呢 交你你超级给我揍的 我没打他 是他来时候报名不给钱 我不肯 然后他又给我揍了一顿 才把我堵船子炒菜的勺子 给我掰弯了 那你不是老板吗 你怎么还小子你 就是 你看谁把我杀子赔一下 这个是我命根的 阿伯 啊 谁入院了 植物人啊 那么大人咋还成植物了呢 变大树了咋回事啊 姐 就是他打我 你谁也凭啥打我妹呀 你好 我是这家咖啡厅的精妇 精妇就能随便打人呢 精妇牛 是这样的 你们今天来用咖啡厅 不要点灰咖啡 他点你给做呗 没喝过 船上不行啊 船上不行啊 他说他口味清 还有不加糖 不加奶 不加咖啡粉 我说你不加 你们啥 他说我不加糖不加奶 不加咖啡粉 不加糖不加奶 不加咖啡粉 他不就是那杯水吗 你们给上了 然后他投诉给我插瓶 说我们家咖啡没有咖啡味 你不认识人家 他们家咖啡没有咖啡味 你不给插瓶吗 几乎什么 你家咖啡就是没有咖啡味 你这不加咖啡粉哪个 这咖啡味呢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 你家自来水又有咖啡味呢 反正你打人家不对 就是不对 我没打他 是他冲过来上网的时候 自个帅的 那我也是在他们家吃的 你就应该负责 你说话姐 喂 哪是你七九老爷嫁人 头昏哪 太大事了 为什么我们去连行铁 这就是他打我 你谁可以要打人呢 你好 我是这家机性运动的负责人 我咖啡 你负责人你能打人呢 就啊你瞅你我揍我的 我一架出去咋办呀 师姐 你妹妹今天来我们这 非要蹦极 那你让他帮不就得了 你们这不有这个项目吗 他要体验体验打了 可他不想绑绳 他就雇物榜呗 那 你说啥 我说他在我们这蹦极不想绑绳 你说啥 今天你看那绳子有多粗了呗 那绑我脚肉不疼吗 就是嘛 那么粗的绳子绑绳 谁也不难受 你们就不能这样的跳 那 那不可提要求了 你们这不能啥个办法吗 那 反正你不该动手 我不动手他就跳下去了 我都掏了钱了 你凭啥不让我跳呀 而且后来我都说了 我可以绑绳 他还不让我跳 那后来他又说可以绑绳了 为啥还不让跳呀 他绑子上 是 哈哈哈哈 那那那那 反正你就动手就不对 你 像这次 饶过你瞎子你等 我 我不能 你给我报仇 你不 报仇大 你跑这靠青年娃娃来 你 我等着 哈哈哈哈 姐 就是他要打我 你谁也凭啥打人呐 就你抄理我打的 你好 我说这家彩票店的老板 你老板你就了不起 老板就能随便打人呐 哼 这位美女今天非要在我们外面整成 那你卖给他不就得了 你挣钱 他帮助公益事业 这不一举两得嘛 反正他非要买今天晚上能中奖的那张 你瞧我妹多聪明 他还在外面能中奖的 你说啥 我说他非要买今天晚上能中奖的那张 你说的 嗯 不是 那我买彩票不就为了中奖吗 这不对吗 他买彩票不就为了中奖吗 你就不能卖他一张能中奖的吗 也是 你要是能知道哪张能中奖的 这奸恶鬼 那你不卖给他不就得了 你也不能打他呀 我是不卖他 可他非要投诉还要揍我 你还想打人家 你得想讲一百万 就因为他不卖给我 我损失这么大 我不打他打谁呀 阿梅 姐 你家太低松了 阿松的在牢呀 撤 啊 我打着 老板 来凭什么预料 六块 这有十块 有一块能领钱吗 这有 那找你五 走 你啥意思 找钱呀 嗯 你玩我啊 我心情不好玩你咋的 哦 是吗 再来一瓶 六块一瓶吧 这儿五块 给你一百 找我九十九 九十九啊 嗯 我 我不是可能不太 给我转给你 那不行 我没拿手机 你不是水房 水硬币吗 来 数给我 你玩我 我心情也不好 反正你怎么了 一二三三七十八 哎姑娘今年你多大呢 二十 你二十 咋地了啊 没事 我是说姑娘二十号 二十的姑娘最水平了 二十可是可好年纪啊 你别没话这话 行行行行 二十你接着说 那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七十九 二十 我不够我 那咋办 我 哎算了送给你行了吧 我不要钱了 真的 嗯 我再买一瓶 你 老板 我拿瓶红茶 三块 三块 给 嗯 这啥 瓶盖啊 你拿这个瓶盖 去对面小外部 能换一瓶红茶 你老婆不干吗 啊 这边老板也不认识我 不认识是吧 我今天让你认识 嗯 我说老有拿这个上网站换饮料呢 原来是你 那卷子动我 不动我手 你敢动我 想让你倒啊 嗯 你不在家看见你在这干嘛呀 你别走啊 你也不 我怀孕了 你得娶我 你说话得负责任啊 就是他 你别糟你啊 老公你跟那女的 公死你公死你啊 诶 雨晨你这啥时候呀 我不知道啊 那都啥时候的你觉得呀 刚不到五分钟啊 你咋还上的呀 不是不是 他叫你老公 嗯 我说我还了你 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我姓公 这一趟都喊我老公 应该 他是谁啊 我邻居啊 你是谁啊 你老公啊 杀 诶 傻丫头你换个位置 嗯 为 为啥呀 你坐我座下旁边呢 你赶紧弄弄 你对象在这儿 叫玻璃啊 他一嘴品啊 诶 你少装啊 就你这样看帅哥就晚上凑合 我男朋友看不上你 杀我 诶 算了宝贝 就他这样的坐我旁边 我看都不太看你 你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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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是我眼瞎认错人了 诶 是谁跟我说他女朋友命不久矣 让我等他半年了 还真有傻傻的等 我眼瞎啊 他谁啊 我哪知道他是谁啊 宝贝你别急 诶 你什么那个宝贝可能喊我 诶 你下座八宝 诶 你别打别打 这点小事不至于的 你别打别打别打 这比韩剧好看 我把这段钱 八块 好 你这个没有生产日期啊 嗯 可能 今天几号 三月十五 三月十五 什么厂 来 给 现写啊 都是现写的 我要这个 这八块 你这个生产日期 2018年 过期了你还怎么办 保质期六年 看好了啊 保质期六年 还有四个月到期呢 8加8等于828 扫码 8加8等于828 你怎么算的 8加8等于828 计算器算的 没错 嗯 我其实明天留着当早餐的 我明天来买新鲜啊 诶 别这样 别明天了 我今天就能给你解决 诶 这小意思 三月十六号生产 小竹是被谁带大的 爸爸妈妈 我是被我奶奶带大的 我奶奶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 我今天带大家看一部电影吧 哎 灿烂的它 讲述的也是孙女和奶奶 这间发生的故事 走吧 带你们去看电影 开始应后互动环节了 大家好 我是达人路曼 这部电影真的是 让我很苦哭了好几次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 片尾的那段文案 感谢陪我走过黑暗时光的你 在带入思然的这个角色 特别特别有感触 我觉得嘉宜就是一个小天使吧 她看到思然这么不容易 所以把奶奶借给她 给了她那么灿烂的人生 我想问一下浩存 如果以思然的视角 对奶奶说一句话 您最想说什么 我最想说的是 感谢奶奶带给我爱 带我穿越黑暗 找到未来的春和景 谢谢 哇 真的被刘浩存狠狠地圈粉了 接受应后采访 我觉得我奶奶就是 我受不了人 我奶奶是强眼力 但是在她前面暂时的时候 我小被她带大 她也是一直我特别特别好 我好的那种 每次提到奶奶 都会抑制不住地想要流泪 希望所有的爱都有归途 看三月最温暖的电影 和爱的她变得更加幸福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